第八場繼續跑到1200 不過是三班 狀態好的馬都相當多 都超過一半 配備轉變就沒有了 立即看看馬的神操 先看一隻會贏,賣變 近鏡是紅衣火旺 近期羅庫泉的操練手法也有少許轉變 通常他這樣拍 這些馬通常是賽前的前一課 但這些是最後試跑 好,加州一寶,你看這隻馬 其實根本是一隻很漂亮的馬 又夠大隻 一點都不重身 一隻跑一跑一跑 真的有機會贏得回 上次也跑得好,加州一寶 好,看看這組試集 兩隻可以跑到後面 傑出漢子和尾場的亞洲騰王 傑出漢子其實操練 跟呂健威一貫的手法差不多 都是順著做 至於亞洲騰王就在尾場 二勁力帶頭 當然那隻就一放到底 其實我覺得這隻傑出漢子的狀態 都越跑越好 初把谷草 不知道戰略會怎樣 留後還是會搶前 這些就交給騎士了 對,我怕他十不當難搞 我怕他 二勁力和那隻四季繩 四季繩還未贏 但你要臨場,你要衡量很多東西 如果前面這樣贏的話 二勁力會熱得爆 但我覺得兩隻馬 我覺得四季繩比較硬 因為上次他也很厲害 隔幾天跑 再來就是有主意 今年這隻馬的出賽頻率 就不太正常 上次跑是一月份 這隻有主意 流鼻血了 對,流鼻血了 所以今年感覺好像凸凸凸凸凸 那你就撐得… 有時他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但總而言之他撐得很厲害 經典之星 他會帶出來跑 千二,即是肯搶 起碼有正常的補足 你打算這場馬 好,這隻合夥雄心 這貨是前一貨的 今早他也落了草地 跟一隻十八掌一起跳 這隻是神操之星 由高東來的時代到現在 他也是挺吸引的 好,接著就傑出漢子 正如你所說 其實馬是第一季馬 即是第一季跑 如果以PP插班 已經算不錯 即是慢慢等他穩定 不過現在博很多的十一檔 第一次谷草怎樣參與 再來就是寧麗 今次亦給了艾度 這位騎士 今次幾個大馬房都撐著他 看看會否能開得到齋 馬的轉變就不太多 都是一貫塞漢的工序 賣尾才試襲 二進都在 不過上一次這隻寧麗的表現 我覺得好像有點失色了 因為之前我著重提過 就是我看上去這隻馬 前一次他上了名 我覺得這隻馬好像很手撩、薄身 上次我臨場再看看 他又不是 還好像挺好 但反而好像自己看錯了 他跑得不太好 希望這次好一點 排了一個陸檔會幫到一些 二進那些在後面 逛一下而已 只是跟著的 所以名刺完全不重要 接著來就看一隻風繼續吹 這些馬的狀態一直都等了 但現在他跑千二 落腳很慢 頭短 經常追不及 我想縱使有好狀態 也未必能數到他 好,接著看看有財有勢 神之水敵 外面35,全理心 用的臉都不同 有馬去對他 會頂得更重要 4上3也要量度 那個能力 善傳香港 上次跑了一個很接近的第四 所以加了一分 擠了上來三班 今年跟善傳萬里也差不多 兩隻馬 長期平平穩穩 好,奇藝先鋒 外面那一匹 其實跑到現在 好像今季的表現 比起上季更加一般 外面那一隻 跳有點厚勁 有多肯走 但好像落斑 比較硬 來到第八場 這場三班遷移 單講狀態角度來說 這組挺多馬 我這場就給了手指 很多馬都給得出三隻手指 選了兩隻馬 一隻是正老的移競力 另一隻半冷門 提供給大家 就是這隻傑出漢子 我賽前沒有想到 他做這個節目 沒有想到圖、走位等各方面 純粹跳得好了 我就推介給大家 其次的馬 2號都加州一寶 當然是厲害 我們都追過他幾次 直至上一次 我都擔心 這隻馬是否不太聰明 結果又有了 希望跟巴道夾當 因為這隻馬 我記得之前 蔡明紹、報民都跑過 這次用了巴道 其他馬有才有勢 上次都不錯 用了賀明連跑 他跟這隻馬都夾當 所以這隻馬升班 我都會建議大家拖牠 最主要我覺得是因為中間那些馬 就一般的 好像感覺上 有主意 因為流過鼻血 你會變成有戒心 就算他以前的谷草 你如果他贏回 你就拿回他以前的谷草 千亿多勁 排了一檔會有多幫 這是另一回事 因為他流過鼻血 我會有戒心 我最多會拖 然後5號馬 那隻經典知聲也好 合火雄心 傑出漢子 風繼續吹 好像不止那麼容易贏 而敬力就叫做較好 然後 其實2號馬 那隻加州一寶 一點都不會輸蝕給你的 在這組馬裏面 3、2 或者2、3 然後你再數下去的 8也好 10也好 其他呢 你臨場再收拾一下 看看哪些你自己喜歡的 我覺得 那個結構上面 是差不多你一批馬 因為其他馬 都不算特別強 第八場賽事 都簡單研究過 休息一會